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他回来找爱 然后回来寻梦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成为了一个自己希望的superstar 但是始终在 以前的爱情和现在的爱情当中纠结 然后依然被男生伤害 但是还是非常的仗义 我觉得这一季的卡丝应该会让人看得更心疼吧 我跟你说话呢 觉得小熊也很认真 然后我觉得他们很辛苦 每天从早到晚的 譬如从早到晚的拍 希望以后再有机会还想再合作 我是觉得每个角色都会跟自己本身有一些相同的地方 所以你才会把它演绎的搭喜欢 类似于可能 卡丝这个人比较脑子比较二 然后呢就比较直接 对什么事情就是只给的 就是黑就是黑白就是白 然后呢对爱情也是 我自己也是这样的 我觉得女生就是应该去 去找爱去追爱 我觉得为爱情 为爱情去赴汤蹈火的女人是最可爱的 所以我觉得卡丝在这一部戏 我就跟他们说 我说是负责那个风花雪月的 对 今天晚上无天赴吹 走开了 你的卡 对不起 我都比较有心事了 听出去响了啊 哎呀 没了没了 我都比较我的翻译 这片邀请我 柑橘拍一句话 那没办法 就是就跟女人帮妞的 就是那个宗旨一样 我觉得姐妹的事 对吧 那就必须冲出来嘛 那是那要不然 要姐妹干嘛 姐妹都是这样的呀 而且是什么都比较好 妳要是什么都比较好 我都比较好 那不是不要 那是什么都比较好 那是什么都比较好 那是什么都比较好